你说吧 你们说这样比是这样比 我们大学同学又搞同学聚会 那是好事啊 不是 关键我 我就跟这么几个同学熟 其他都没什么联系 你说这两年搞了三次聚会了 为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呀 当完全不联系的同学 突然有人跳出来召开同学聚会 那就证明跳出来的这个人一定发达了 一个人发达了 就渴望让别人知道自己发达 那些奢侈品什么的 就是给那些自己有钱 又渴望别人知道自己有钱的 傻瓜蛋准备的 那同学聚会呢 就是给这些傻瓜蛋一个 展示自己最好的平台 你试想一下 原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同学 经过十年的蜕变 突然间不在同一个级别了 那种虚荣心 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 解释得非常好 就打电话这个叫顾天宇 就在我们大学时代 那也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 根本就没人搭理他 现在炒房子 给发了一笔横财 还成了一家地产销售公司 所以他最近有时不时的搞一下同学聚会 向我们炫耀一下他的成功 所以你不想去 我去干吗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小子记性不好 我记得那会儿没人搭理他的时候 还就我 时不时的找到聊聊天 请他喝两杯啤酒什么的 他现在怎么就喜欢针对我呢 你说每次聚会的时候 就把我拉到一边 非常低调地向我炫富 要不就是跟我进行非常友善的 类似于观星式的计讽 脑子坏了 你们俩接着没有能力 一会儿听见啥子 你终于来了 我要不来我怕你把我电话都包了 这动作够大的 这九九级的人基本都给你招来了 还行吧 那时候的同学感情多好呀 我得张罗张罗呀 你现在你看看 那签个道吧 这还给礼物呢 这 这都是你出的钱 你提钱干吗呀 多死吧你 怎么变成这样了 小意思 那呢 我给介绍一下 介绍女朋友妈妈 这也是我大学社最好的同学 许悦的 那行 你先下去吧 嗯 你们先聊 挺漂亮的 一般吧 没女朋友妈 没有啊 她有事啊 还以为你还没找呢 疼 老王 老公 你看谁来的 不是 徐老大 我说上回你见完也不给哥姐来个电话 我们还以为你失踪了呢 就是 老许啊 你最近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 瞎吗 我可是听他们说 你被公司辞了 完了一直没找着工作 我说你也太不难我当兄弟了 你找工作 不找我 找他们俩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你只要跟我执一声 公司里面的职位出了我的 你随便挑 不不不不 我 我现在已经找着一份工作了 老王 你刚才来的时候又换一辆新车了是吧 我也想换 你说我换什么好呢 不是 你前两个月不刚买了一辆车吗 这么快就开你了 那不是我开的 我女朋友生日 给她买的 送车当礼物啊 你可真是大手笔啊你 没几个钱 现在这用钱买到的东西 她也就不值钱 是不是 再说了 我这女朋友是临时找的 我给她两钱 给她辆车 她就不抄不闹的 我就算有点什么事 她也不智商啊 这 我挺漂亮的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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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连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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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你在这儿呢 让我好找 这位是 她是 我是她女朋友 你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我早点带上来 藏着挺深的 娜娜 你过来一下 娜娜 婷婷姐 可是你没有认识啊 那当然了 婷婷姐是我学姐 在学校可照顾我了 再说我们学校有谁不认识婷婷姐呀 她当时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呢 你怎么办呢 你不是有事吗 对啊 我就是来这儿办事 顺便来看看你的呀 今天晚上去了 不许来 你们慢慢聊着 拜拜 跟你们慢慢聊 我先去陪朋友了 我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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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可以啊 珍珍不露象 像我花女子最长高 老许啊 这姑娘挺漂亮的 我说你别生气啊 就有点俗 比这都还好 别弄我 Challivan 你怎么也来了 我跟婷婷一起来的 这位又是 你没跟她说吗 我是她女朋友 那你是她女朋友 她刚才那个 你是她女朋友啊 不对 你们俩都是她女朋友 怎么 一个人不可以有两个女朋友吗 我是说 你们 你是不是想问 我们两个能不能和平相处 当然了 为什么 对了 刚才我听婷婷说 今天晚上你要去她那 那明天你去我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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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们先聊吧 拜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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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大 你行啊你 我 你有两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咱就胡说了啊 关键是还能让两位和平相处 佩服 佩服 其实她们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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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解释 别解释了 什么时候传授给我两招啊 老许啊 这个 实话实说 这个现在的女孩啊 这个要求特别高 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是玩不转的 特别像漂亮的女孩 你看你一下有点俩 以你这个经济状况啊 怕你吃不消啊 也不是所有人都爱钱 其实她们 就算不爱钱 一个男人 你也要让自己女人 有足够的物质保障 要有自己的事业 才能让她们过得幸福呀 是不是 如果连一个女人物质生活啊 这样的要求你都给不了啊 这个男人 就太失败了 徐总 不好意思 PNW公司总裁 刚从美国回来 想跟你洽谈一下之后的合作 车我已经安排在门口了 PNW PNW公司呢 这次还是非常地有诚意 他们目前呢 已经提高了预算的七个百分点 目前的报价是 一亿三千万美金 好 我知道了 我不想见 徐总 我觉得还是要见一面 因为 我说过了 我不想见 好 那徐总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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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变成什么样 哥几个陪着你干杯